求视野香港人智慧 环球的香港人聚集在这个案包频道 今天就是8号星期五 基本上大选定了 我们一向都是关心香港的 本来以为没那么快 慢慢等 香港问题不知道排在哪 但是应该是political又爆了 惠报爆了 这些重要任命竟然不是有台 是有港派 支持港派 甚至乎是反中乱港派 颜色革命派蓬佩奥全部回来了 那我现在再继续 大家继续冷静一点 不要这么兴奋 有时候胭脂非福 我是很客观的 是不是 讲到这些东西 难道现在再来一次 大家肯上街什么 肯我 我跟在后面 是不是 就是 被人拉了 我一定跟着 但是我也不希望大家再冒这些险 是吧 但是我们起码希望有个了结 是不是 不拉就拉了 不运都运了 是不是 我们这些六四都是这样 追究屠城债判 追究不了 拉了 我们都知道 起码如果特朗普这样也做不到 是不是 那就吵架他 是不是呢 好了 那我们就是要这样 有这样的心态就可以了 好了 政治一天都延长 是不是 我以为要等一会儿先的 是不是 我想不止今天 星期五 星期三选完 星期三叫做G 是不是 星期五已经直接是影响到香港了 第二个话题 梅雨碎 是不是 梅雨碎呢 出声了 星期四已经出声了 当然他是公务员 资深外交官 但是这些人 这些人是通通的嘛 老闆算了 哪个老闆的心态怎样 或者老闆想怎样 他已经知道特朗普的心意了 所以现在好像突然间 穿了红色 一片真是好警 是不是 一片乐观 但是不要太开心了 是不是 你知道当日 是不是 蓬佩奥都不肯照黄之锋 是不是 那他起码他不是回忆路 是不是回忆路 他跟余茂春讲 余茂春福述而已 余茂春其中一个节目 是不是 就是有讲过 他说蓬佩奥其实哭了 不像真还是假 是不是 就是觉得应该可以做多一些事情 不用哭了 现在回来已经有权了 据说Rubio 我不怕的 因为我曾经写信给他 他回信给我 19年的时候 我贴了在Facebook 我没有删除过 我都说了 七一之后 2020年 国安法通过我说 我不会删除任何东西 是不是 就是我做过的事情 我不会炸炸带带不知道 是不是 也都不逃避 是不是 那我曾经写信给他 他真的回信给他 对了 我看上去那封信是standard的 可能他分了个电脑 但是叫做有啊 我写过信给英女皇 写过信给当时英国首相 后来没有回应 竟然回应给英文的 很久没用英文了 都会用英文信 有那么多生智 有那么多深度 很辛苦 做几封信 是不是 当时很上心的嘛 好了 但是Rubio是很上心 Pompeo和Rubio现在竟然就是 根据他们说 蓬佩奥是做国防部长 Rubio是做外交 国务卿 其实国务卿不是外交的 不过他是第一部长 甚至不是主持的 主持会议 好像是国务卿 国务院的会议 主要是国务卿 但是他不是主持国会议的 国务卿是总统自己主持的 所以国务卿不是特别大的位置来的 就是首席部长的意思 但是一般觉得他是重要的 因为他已经是负责外交了 周围去的 而且有位排的 不知道排第四还是第五 不记得一下 第四 中议院议长 参议院议长 副总统 中议院议长 如果川普有事 那么梅思 曼思 接着就是参议院议长 中议院议长 接着就是国务卿可以负责 就是顺序处选为总统的 务卿 务卿曾经参选的 共和党这次 彭斯上过副总统 初不喜欢他 他曾经参选了 吵架他 这些不要管别人了 但是 反了面了 但是务卿呢 务卿就是古巴难民 古巴好像是 不肯定他是下一代 还是他本身就是在古巴 偷渡去美国 做了美国公民 所以他是极度反共的人 在共和党里面 如果你一个内阁里面 全部都是 还有那个什么 国务卿奥布拉人 奥布拉人 奥布拉人等 那么 很恐怖了 其实有很多鹰派在里面 有一个说法 我有留意的 特朗普的东西 警察不要当我没料到的 以为我喜欢韩鞋 两边我都留意的 特朗普 就是今次那个报局 人事报局 他再回头 他已经说过了 今次他认为他上一任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巴仁拉得四年 短短的四年 那开始其实他是不懂的 就是美国政治他不懂的 他是商人 所以把商人都套取出来 但是他也是学得很快的人 是不是 就是世界大格局那些 他也任命了几个重要的中国顾问 包括余茂春 包括余茂春只是中国人 是不是 共产党员走了过去美国 老共很恨他 他是学者 但是有几个学者 都是很英的 有一个跟他吵架了 他是做个国家安全顾问的 布顿 另外呢 比特拉拉多 比特拉拉多写了一本书的 叫《Death from China》 这些 你如果看 我不要得罪人了 不过我几年前已经说了 你如果要避免美国政治现好 现在的历史 国际法 估之前要懂的 你都要知道他的哲学是什么 我在哲学 政治哲学的层面 或者他那些人的看法 那些红猫派这些大事 一定要留意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顾问就是应该 特朗普是商人来的 但是他上任之后呢 上任前后呢 据说是看了两本书 一本就是比特拉拉多的《Death from China》 他里面就是说中国的那个用贸易方法 所以他 你一看他的贸易全部是比特拉拉多 上次他是顾问 这个是顾问 他不是从政人学者 但是都是比特拉拉多 他说中国有几样东西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 现在一年继续的影响有多大 现在美国的智库 他说中国最流行就是用环保 武努功福尼保障 还有国家补贴 还有回内控制 用这几样东西 他不是自由经济来的 有迷理论根据 美国人一向都声大大话 要自由经济 要自由竞争 根本就不是自由经济 他们会用这些人掠夺 掠夺国家的力量 他们又不用顾人民了 我知道 六亿中国人还拿到一千块钱 但是他们不停做航母 做战纜 你这样你跟他说自由贸易 你就笨蛋了 当然要搞保护主义了 美国人其实是很困难的 你叫他说自由贸易 那些 但是终于特朗普购买了他的力量 所以你看到他大幅关税开始都是用他的政策 另外对中国的政策 我经常说的 大家看了没有 没看英文版 上网上免费的 就是One Hundred Year Marathon 那本书的书名《百年马拉松》 就像是1949到1949了 是2049了 就是中国的又崛起了 这个就是中国梦了 他这本书应该先看看 16年的事 写了这本书 三份我看过的书里面 是我最怕的 但是也看了 那本书有三份二是佛罗 三份二佛罗 可见这个《百方瑞》是挺厉害的 你不看他 你在那里讲中国政治 或者讲美国对中国的对华政策 你看看新闻 做KO不妥了 是吧 我看书都不是多的 但是这本书真是中文版 你看英文版 如果英文好可以看英文版 不用钱 上网 诸如此类是拿到这本书 这个白邦瑞是可以看到知智通监的人 就是他的英文是中文 是好过我们这么多个开麦的人 好过我 因为我都不可以看到古文了 他直接看古文的什么三博演义啊 《知智空监》啊 《三十六计》啊 《孙子兵》啊 全部看完的 他是中情局的局长做过 顾问 顾问的局长 他也负责和中国那些 中国、俄国那些情报局的人 他们会正式有交往的 聊聊天之类的 互相偷通啊 本空分歧那些 所以他写了这本书 这两本书就是决定了特朗普四年前 开头你记得特朗普 其实他不是很反共 甚至你记得他去了北京坐了农椅 什么很聪明 是不是 习近平很聪明 他知道他很大气功 他的女儿又懂中文的 不是 他孙儿是说懂中文的 很友善的 因为他想着做生意这样 跟中国做就有益美国了 但后来发觉不肯来了 终于他那些顾问改变了基本思维 大家记不记得他 什么时候开始 打贸易战 突然间弹出来的 是2018年 我很记得的 大约是6月 什么事呢 刚刚老共修改建法 习近平终身制 可以连任 是不是 不用两任换人 一决定了这件事 那些人问美国白宫的发现人 一问他 为什么 他说这个是中国的制度 不关我们的事 我以为他都不管了 谁知道他已经决定了 整个美国决定了 对中国这个霸权 整个基本印象形成了 不单是他形成了 是整个美国形成了 你看到2018年之后 就是整个转向了 开始打贸易战 立刻突然 你看到时间了 很有趣的 我是有留意的 就是说中国一改变 那中国来什么事 表面就不关我的事 但是他终于信了 基德纳特和白宫书 这两个是学者来的 两个人写书的 经济学者 一个是政治学者 就是说那个基本 所以美国人的政治就不是 中国人的那些学者 就帮习近平做食物 歌颂他 中国学者歌颂那些政治人物 美国的政治人物 真的肯求助 求教于 是不是 就是学者有脑的人 顾问 智朗这些人 是不是 你也不问一下老师的事 又不请老师做顾问 所以你活着别了 你整个人都然大了 你们前来就没了 来就帮我给一些意见 喜欢听听听 不喜欢讲你 真正是那种权的 很自大 我听过的 那种什么中学生 人家的权也是 是串人的 这些学者 经济学者近来看过什么书 问人 听过的 是这样的 中国人一道官 如果大家有听我这么久 你觉得我是不是近况很多? 有些东西我也会先估计到 虽然有时候说粗口 胡说的 但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客官嘛 你是不是应该听一下呢? 讲远了讲了 继续讲 继续讲 跟大家评论一下这帮人曾经做过什么 我很记得的 2016年那条民主人权法 还在奥巴马时代 整天过不了 黄之锋和李柱铭去坐 黄之锋的时候也十五岁十六岁 就已经认识了 所以2019年大家记得 先有杨岳桥、郭荣亨 三个人去美国 说游说通过他 我一看那条民主人权法 我就在信报写了一篇很大的文章 全改了 因为我有看过原来那个版本 不见了那些制裁的 跟着有黄之锋看到 跟着黄之锋的访问 见了Rubio 是不是?全部加回来 即是那些制裁条款 没有了的 当时有些人说我们先通过了 精神上制裁他 支持民主人权 按钩? 是不是?我们这些算是这样的 我不怕 我不介意说我自己做过的事 因为我自己做过嘛 我做过的事有记录的嘛 我写过信给Rubio有记录的嘛 公开了嘛 是不是? 写了报纸来的嘛 七月还是八月的时候 走过去 那条民主人权是阉割了的 因为他说这样快点可以通过 后来不是啦 是不是? 那就是拘王二啦 那我们全都在了川普 我就说这个是 你自己承担这个后果啦 是不是? 就是民主派承担这个后果啦 我不是很贊成的 但是结果就是爱你国不理啦 老共也都不客气啦 那我也都分析过啦 老共是 剃了拜登这件事 怎么知道以为拜登会跟他分享 拜登没有跟他分享到啦 是不是? 也没有访问过中国啦 那他留住这帮人士呢 结果留了四年啦 到现在是川普了 那你怎样呢 是不是? 第二个话题就是讲47人案啦 现在呢 床板夹春袋呢 就是那帮打法的人 带了假发的人 那这帮人是林定国啊 是不是? 就是 马上就 想不到这么快的 我打算怎样都一两个礼拜后 开始提充香港 原来香港 你不需要 他还没需要提 虽然有个网台节目讲过 但是呢 他还没提 但是呢 你已经知道了 是不是? 磨刀磨磨 这帮人一回来呢 不得了啦 因为你看他过往的 是不是? 蓬佩奥去年一月呢 出了回忆录 是不是? 他称是未能採取更多水 才能保护香港人物的自由 是他痛苦的回忆 根据余茂春说呢 就是我们现在等着呢 余茂春啊 如果这些 余茂春啊 余茂春啊 余茂春那些 那些人 班农都已经回去了 如果这些人再委任他呢 那老共认真要小心啊 我要你小心啊 很公道啊 我不是说什么 你知道 如果他 这两个是中国制裁的人的 是不是? 蓬佩奥啊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露比奥啊 老比奥啊 那两名记者呢 就写了一本书 Amore the Bravest 我们去看看 黄之锋呢 2020年在国安法院政界团职下去美国领事公团聚会 就向蓬佩奧發電郵 現在希望大家提一下他 不應該提他的 我想他們希望不會忘記了 蓬佩奧就說商討過之後 這些是真的 你很有趣的 這些其實是國家機密 美國人就是這樣的 這些在香港的《國安法》 行政會議都做出來 這樣商討計劃之後 他認為黃之鋒將來領事館說 安排他來講都不行了 要他勇敢一些 孩子勇敢一些 因為華府已經計劃關閉Houlston 是的 大家記得了 是5月的時候 2019年 不是2020年 6月的時候 5月6月的時候 憂慮一旦收容 就會引起中方報復 關閉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甚至任意拘捕美國公民 會的了 漫漫周事件之後 為什麼有送中條例呢 那些人總是說是 炸婆當然不就是了 所以我那時候講到現在 是因為要 北平要我有一些法律 你有人來 我要抓人 所以西方是知道的 他有這些法律一定是不行的 所以背後反送中 推動了一個放大的反送中運動 這些應該還歷史公道 緣起就是這樣的 至於你說誰要追究責任 共產黨有你的邏輯 這個不關我的事的 共產黨的邏輯一定要追究 黃之鋒追究 但是你又沒有證據 最慘的事情 你要追究什麼 是不是 哇 他整塊錢給了幾億 那他水洗都不清楚 沒有啊 是不是 沒有啊 黎智英或者李卓人那些 沒有正式收過美國人的錢 意識形太相同了 好啦 講完了 繼續講 歷史的納粹德國是全世界最大威脅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蓬佩奧 去年出版回憶錄 認為中共通過制裁來警告所有美國官員 追加制裁蓬佩奧 這個人現在入國了 白宮顧問奧布雷恩 他主要對華政策 蔡英雅富名等人 被制裁的特朗普官員 28人 是不是 但是很多人 北京批評他們瘋狂行為 嚴重干准內政 他們現在又繼續干准內政 你看 還有一件要提提的 都寫了信去祝賀別人 有不同的調子 習近平的調子 你中學人就算了 恭喜你了 阿哥 我們是好朋友來的 你說的 我們是好朋友來的 我們繼續合作吧 中美 好像中俄合作無上限 我們永遠 很正面地說話 害怕 合則兩利 鬥則兩敗 是 我們應該好好合作 中美 好像假設不會這樣 人家都沒出聲 人家都沒上任 是不是 你應該一把推 所以說差勁了 習近平真是差勁 而且他害怕 他真是害怕的 習近平 這次猜到是準備動他 不知道 當然他之前 都是很糟糕的 早兩天封閘一個 一動他的時候 俄國未必幫助他 北韓未必幫助他 他自己獨立應付 當然我們的大國 有點力量的 不過不要叫香港幫忙就可以了 類似了 我要看一看這些反中亂港派 英到爆的 亂港黑手 曾經做過什麼呢 2019年5月 暴動前夕 暴亂前夕 親自在華正前置 李柱銘 李卓人 羅冠聰 吳可兒等反對派共商大計 什麼照片我放在精華版那裡 大家會找到這樣的照片 在這段時間 黎智英的左右手 馬克薩文從中拉線 在黎老闆和蓬佩生搭起天地線 騷亂612之後一個月 黎智英親父美國蓬佩奧熱烈接見 談話內容沒有公開 怎麼繼續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將革命推動到底 又積極拉攏黃之鋒 黃之鋒起了作用的 是不是 當時當然有看我的文章 哇 找民窄啊 人主營成花改了 所以去到的時候 我還很記得的 有新聞講的 要制裁那些官員 制裁那些警察 踢那些人 踢那些示威者 是不是 這樣看了新聞 跟黃之鋒在對話的時候 後來又不夠阿之鋒 這也是好事來的 阿之鋒磨裂令了 是不是 所以我說阿之鋒 四十七人 我當閒話了 我覺得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快認罪啊 又求情啊 三十個 希望不會的 因此而覺得你們沒什麼用就死了 我就覺得他一定 我最勇敢的那些先啊 是不是 最廢料的那些 認衰 合作啊 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戴耀廷啊 歐樂軒啊 任他死就行了 這些 戴耀廷跟黎智英交往特別密切 二零二年被控勾結的事件 第一個爆出來發聲 第一個說是政治檢控 要釋放 黎智英 跟著呢 說要一直這兩年來 原來呢 戴耀廷還是CCC的主席來的 連席主席 就是這幾年都是沒有放過 就是他是政治檢控在裡面很關心香港事務 而這些 蓬佩奧也是啦 也都應該相信他啦 他們這些人如果回去了 現在已經看到封煙的四起了 尤其是如果蓬佩奧還記得一支風向你求救你竟然 覺得不行 有他死啦 你怎麼可以呢 好了 那就很多事情的 有空先慢慢看了 想到就說了 不想帶牆了是不是 不是明天沒話說什麼事 就是看到的 消息來的就是衛報啦 就是提供蓬佩奧做這個國防部長啦 political呢 這些都是準的啦 就是 隨便一個都不得了的啦 其實 但是兩個都進去做內閣成員呢 再加上一些顧問呢 是不是? 是正常的 我跟你說 宏觀看呀 宏觀看呀 阿川普現在好像很厲害 強勢回來了 他的敵人很多 國內 是不是? 盟友之間呢 比如他怎麼對我戰呢 現在當然 每個人都說到什麼很害怕 其實不太害怕 就是 習林斯基 馬上寫信去賀他 每個人都賀他 這樣就不要踩到習林斯基這樣 習林斯基有他的一套很益的 他的人 因為現在其實還有足足三個月的 三個月的 還是拜登掌握的 還有就是他背後會搞很多事情的 是不是? 特朗普可以說 我不給錢的啦 但是還有三個月嘛 三個月可能給他 等他撐到明年年終 差很遠的 是不是? 已經差很遠了 所以你不要相信政治人物 那些姿態 要是他不可能放棄歐洲 你見那個馬克龍 法國已經出來的了 已經說話的了 我們自己顧自己 歐洲 不用理他了 即是攻雞 是不是? 高盧的攻雞 法國人 高盧人 美國人 你幹什麼? 你做大哥又不給錢 想見而已 還在那裡 這樣就不喜歡特朗普 他們以前都吵架了 所以又不要太緊張 阿聰明明呢 選舉期間呢 因為他討好那幫是華川粉 老白藍 金窮的白藍 就明白了 所以他的語言是這樣 他是不是蠢到得罪了呢? 四年前他都沒有啦 他都有節制的 適當時候有節制啦 所以他現在的選舉語言呢 不要看得太緊張 是不是? 很多位置走的 但是可以放心 譬如台灣人 應該放心的 除了給多些保護費 特朗普要求這麼多東西就給他了 還可以講一下數 我交了保險 那些保護什麼? 有數講啊這些 是不是? 台灣 這些就是他兩黨共識 支持香港 甚至支持新疆 西藏這些 又是兩黨共識 俄互有得爭 可以放後一些 是不是? 好了 至於國內是不是要墮胎那些 非法移民那些 做到就做啦 是不是? 有些可能他急一點的 有國內的共識 就是他看一下那些選民已經是什麼 這些沒有的 那些墨西哥人不高興而已 那些非法移民不高興而已 那他可能強硬行動 這些他做到的事情他會做啦 急急去做啦 意思是什麼? 至於以下戰爭 你叫內塔利文喜歡打什麼就打什麼 其實不是 他給錢就有著數的 我給錢就沒有著數的 所以他給錢以色列 是不是? 他的金主全部撐住他的 是不是? 那些什麼? 伊朗馬尔那些 是不是? 朱西瓜格那些 全部都是入太人的 即是沒有 那裡他不是的 洗得多少啊 以色列是打不打到的 因為畢竟 你一國戰爭抗大 以色列都很吃力的 他不想死人嘛 我不怕死 軍隊衝過去的 那就傷亡大了 他打得很小心的 以色列打仗 戰術是很厲害的 戰術上 軍事上 他是厲害的 戰略上是解不解決到他的和平問題呢? 這些就是千年的仇恨 不可以在這裏三年兩月講完啦 好了 我們今天最著緊的就是見到蓬佩奧彤 奧巴拉雲 還有這個Rubio入國 特別是Rubio入國 我覺得非常之 就是他是關心香港的 他是重要的推手來的 民主人權法 重要推手 在兩院那裡 還有這些一連串的東西 就是取消經貿版啦 四十九人制裁啊 這些都是他積極去做的事 從來都是 所以這個人可能比蓬佩奧彤還要重要的 我覺得他 就是 我有寫了信給他 是不是? 不知道他記不記得 這樣 就是這樣啦 當然啦 你問我高興還高興呢? 就是你是不是很糟糕 香港又來多一次 或者再取消你的聯繫匯率 諸如此類 取消Sweave那些 希望不會出現這些啦 可能性都不高的 是不是? 有分寸的 但剛才說 特朗普其實他應付其他外國那些 比如你俄烏那裡 你的態度是什麼呢? 激怒歐洲那些全部是極 上八年的盟友 你怎麼可以啊? 不行 其實他真的做是有困難的 是不是? 很明顯的 亞太地區呢 他做到事了 他會做了 就是台灣 被他抓緊日韓的同盟 澳日韓這個同盟 是吧? 甚至拉攏洛迪啦 即是印度啦 你看他 拜登做得不錯的 電力那些關係 他不會打爛這些關係 但是 口恨恨的就要別人買多點東西那些 什麼? 搭多一塊蔥啦 是不是? 搭一塊豬頭啦 是不是? 搭一塊頭啦 搭一塊魚頭啦 那個庭啦 傷人那些東西 那不難解決的 但是他們的利益一致啦 所以 因為如果你要撐台灣 其實這幾個東西一起 實際比歐洲那些不弱的盟友 啊 所以這些東西呢 他會繼續OK啦 那 但是這些又不能夠過分的 啊 台灣那些又是危險的啊 那你哪一件事是大動作 有聲勢 什麼? 即是有新聞 竟然是香港的 啊 當日你知道啦 19年不少香港在國際新聞的地位 啊 當然啦 如果他在香港再搞一次了 我不會什麼都叫大家 去呀去呀 我們又去呀 我們be water 那就算了 先看清楚 記得聽我的視頻 聽我的分析 這樣就對了 好 不好意思啊 拜拜